今天呢给大家分享一个我十岁的时候看的一个魔术 当时我十岁在镜头看到一个魔术表现的魔术 他当时呢用到了六张一百块 一二三四五六六百块 他接着要三张 一二三 但他还是有一二三四五六六百块 没错 我第一次看到这个魔术就跟哥的表情一样惊呆了 同时别忘记了故障 不要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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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是呢我就找了老板说 老板你这边有没有一二三四五六六百块 然后丢掉一二三 结果还是有一二三四五六六百块的魔术 老板认为 看着我说 没有 这里是警察局 你要去隔壁的魔术店才能买到这个魔术道具啊 其实我就跑到隔壁魔术店 我魔术店老板说 老板 这边没有一二三四五六六百块 丢掉一二三 还是有一二三四五六六百块的魔术啊 老板认为 他说 我要是有这本事 我魔术店就不会倒闭了 但是魔术道具还是有的 于是呢我就买到这个魔术道具 而今天呢就要给他表演这个魔术了 我开心好激动 还有个人打算费吗 我就找了正式表演这个魔术了 但是有一天我遇到了一个观众 很贪心的观众 他说你能不能把你手上六张钱全部丢掉 我认了一下 他说 你丢掉三张又补回三张 那你丢掉六张 不就补回六张了吗 我一听 好像很有道理 于是呢我就把手上六张钱全部丢掉了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全部丢掉了 那我手上就什么都没有了嘛 什么都没有的意思就是说 什么 都没有 谢谢